台湾总统选举倒数两天迎来决战关键时刻 民进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全力催票之际 美国政府星期三透露 计划在台湾大选之后 排除一支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宝岛 华府也警告北京当局 不要有任何军事挑衅行为 一名匿名的美国高阶官员向国际媒体透露 将会依照程序派遣代表团前往台湾 针对中国前天发射一颗卫星飞越台湾上空 结果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美国强调反对任何一方 以军事威胁和挑衅动作影响台湾选举 否则将会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 甚至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 与此同时超过30名美国参众议员星期三 复议由共和党参议员苏利文 和民主党参议员凯恩共同提出的决议 赞扬台湾在中共持续威胁下 坚守民主选举与制度 不论后天的台湾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会继续在外交 军事经济与文化领域力挺台湾 明镐中之中 感谢观看